Hello 大家好 我是Yuki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7至8月的外用品 為甚麼今天會送眼上陣呢 其實是因為有些外用品是化妝品 我不想說 想示範給大家看我的妝效 所以今天會由一個送眼開始 慢慢化妝給大家看 順便介紹我的外用品 其實我自己本身已經上了Base 現在第一樣要介紹的就是 Mask這個Cushion Mask這個Cushion我用的顏色是Finland 我覺得它們好的地方和一般的Cushion不同 就是它比較黃調一點點 相對上就會沒有Cushion上出來的 好像精華混合粉底的感覺 是真的實實在在會粉底很多的 沒有那麼亮身 反而會多一些遮瑕的感覺 我試了這副邊臉給大家看 Finland這個顏色我自己覺得很適合我本身的膚色 可能因為它是比較偏黃調的 而且它是有別於一般的粉底 一般的Cushion 它上面的感覺是完全不像平時用的那些韓式Cushion 是比較偏重 水潤感 光澤感 透亮的感覺 反而是真的像一些粉底 著重於一些遮瑕度和均勻膚色 你看到我很快這邊臉已經均勻了很多的膚色 而且Finish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它是比較遮瑕 都可以遮到我七成的 基本上我黑眼圈不嚴重其實都可以遮到的 它的質感很像粉底 但是又像Cushion一樣快速可以上臉 所以我覺得這個Nars的Cushion真的很好用 但是它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是超級敗筆的 就是它持久度是很差的 基本上我三至四個小時 它就會脫得七七八八 它融不像Chanel那隻Cushion 你用完之後用紙巾按了之後 它的妝感都還在 用完之後它真的融了一塊 它又不會浮粉 又是不會卡的 但它融的時候 你抹掉它就什麼都沒有了 最近上網看了不少Cushion的屏比 其實Nars這個Cushion 那個評價是一個比較偏低的 主要都是說它不像狗 還有...不像狗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的Finish 其實是比起很多Cushion 都是好很多的 質感是更加像粉底出來的效果 其實最近我也很想試 Giorgio Armani的Cushion 伸出那個 但是一個月五百九十塊 我真的要有些心理準備才好買 上好底妝之後 第二個要推薦的部分 就是眼影 Cat Von D這盒牙色的眼影 其實一直以來對Cat Von D的產品 都不是說有很大的興趣 我主要都是對它那個Matte的唇膏 都有興趣 就是Lolita和Lolita 2那個 那為什麼會買到這盒眼影呢 其實因為那時候Sephora 在做一個組合的優惠 有眼線 Lolita和這個眼影 就是有一個便宜的價錢 我那時候就想著 新的品牌來香港 在外國有多受歡迎 不如試一下吧 因為其實我對雅色的眼影 都不是有很大的信心 我自己覺得雅色的眼影 亞洲人是比較難處理的 因為亞洲人沒有外國人的摺 那個眼距這個位置那麼闊 所以其實化這些雅色 多些blending 多些漸層的眼影 是會有點難化的 而且應該會有很多不實用的顏色 我看到它有橙色 底部有粉紅色 但很神奇地 我拿上來試了好幾次 是每一隻顏色都用不到的 是每一隻顏色都用到的 是超級實用的 而且會做到那種 外國人眼窩的陰影的感覺 這些就是平時我用的日系眼影 比較難用到 即是做到這個效果的 是一個比較偏蝦肉色的顏色 那我就全個眼蓋都畫回去做一個打底色的 然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鬆一點的這個 源頭的blending blush 就做一個眼窩的陰影 就會用到這個橙色 因為它是非常實色的這一盒 其實你揉一點點 它已經是在這裡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要很小心碰一下 然後才好上眼窩 因為就會被人打中了 但它有一個不好的問題 就是它飛粉得很嚴重 所以一定要 如果你沾太多 整盤眼影會很骯髒 那些粉全部飛出來 你看看 我佔了一點點 已經很顯色 那我就會主要在尾部的眼窩位 帶一點點在前面 那呢 就會有一個超自然的blending眼窩的感覺 那我就會 拉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 然後再掃一下眼簾的位置 拿一個小一點的源頭的眼影掃 就沾這個啡色 最深色 就掃在比較近眼尾三角位 這個就不會做一個大範圍的blending 那其實呢 這個白色呢 它看上去是有一點點好像啞身的 但是其實呢 你認真看 它是會有一點點珠光 很少很少的珠光成分 但是不多 是一些超級細緻的珠光 那我就會在中間位 眉骨 眼頭 以牙色的眼影 它會幫你配了一個超好的配搭 而且很容易畫得出陰影的感覺 NAS的這一盒 收容盤 我先做個試色給大家 先做個試色給大家 首先就上面兩隻highlight 下面兩隻highlight 這個做眼影色應該很漂亮 陰影 NAS的這一盒收容的粉質是很細緻的 是完全不會像剛剛CAPFROND的眼影 會有飛粉的狀態 就算是掃得很粗魯也好 它的眼影盤也是很乾淨的 先看看它的包裝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是在網上看到的 我就覺得這個包裝實在太漂亮了 還有它是有聽到大家的訴求 就算是它那個膠 黏著紙毛 黏著整的毛 黏著整的膠 絲件的外殼終於換了 雖然也是一罐啞色的感覺 但是它是比較塑膠料的啞色 不會有黏著黏著Red Bull 很難收藏的感覺 出現了 因為你想想想 因為表面那麼漂亮 但下面是一層膠 這樣切下去 誰會想用呢 其實Laguna和它有比較深色的修容 你是可以混合來用 想做一個比較不同膚色的修容 譬如你最近白一點 就用這個 可能你擦黑了 你就拌來用 你又不可能用到這個 所以修容的palette 我自己覺得很實用 Highlight 我主要都是這兩款式混合 因為這兩款顏色是比較淺色 下面是偏粉和一些金屬的顏色 可能是一些深色一點皮膚的人才會用到 我暫時就沒有用到這兩個 主要都是用到四格的 我覺得拿去旅行這一盒是很方便的 我首先做回修容 我也是這兩個混合在一起用的 在這個位置 這個光影是超級無敵 爆炸 一度光 這樣閃過 我不知道鏡頭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度光的 下巴一點 因為我下巴很凹 我就不會放太多 CAMMAK的唇彩18號 是要再買回購的一支唇彩 其實是Archew Magazine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IG的話 我會走向一些偏向日系的妝容 和日系的穿搭 18號是非常日系的 它不是那些很粉紅粉紅的顏色 反而整個妝容會變得更濃 它過了鏡頭之後 顏色又不會太過濃烈 我覺得是剛剛好 有滑龍電繩的感覺 其實你戴這一支去補妝是很方便的 你拍雜誌的時候 沒有理由叫記者和攝影師等你 跟著補妝這麼久 我會慢慢滑對著鏡頭 這些唇彩又不用用唇膏打底 直接可以塗一兩瓶就可以走出去 完全是勁快接補妝的一定必要 所以如果你追求一些不想那麼麻煩的補妝 又不想再塗什麼唇膏打底 我覺得你又接受到唇彩的黏的感覺 你就可以試一下這個CAMMAK的18號色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Dr.G的這個暗瘡修護系列 其實平時我少用到一些暗瘡成分的Serum和Cream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用 因為通常這些Serum和Cream都加了酸性成分 如果酸性是作為全面的用 是我敬意脫皮 因為我本身皮膚比較乾 但這個是主打防敏 敏感肌也可以用 而且它的修活成分是比較多 因為前一段時間來的時候 膚質有點改變 但可能比較偏油一點 還有很多暗瘡 即是在下巴和鼻這些位置 還有很多粉絲 那我就覺得不行 我真的要用一些暗瘡的東西來用 那我就選了這個 因為我就算想用它有暗瘡 消除暗瘡的效果 我也不想它太乾 它是主打敏感肌可以用 還有有修活成分的 質地是超級不乾的 它是塗完之後會滋潤的 其實如果你不說它是暗瘡的產品 我不會覺得它的質地是暗瘡的產品 這個精華的質地是偏稠一點的 而這個霜霜就有點像水型霜的效果 感覺是比較涼快的 兩個配搭一起用 我自己覺得已經很好 雖然它燒暗瘡的功效不大 不是說很明顯 第二天立刻看到是化好 不是的 但是它修護能力真的不錯 譬如說那天我支援粉刺的 臉紅了之後 塗了這個之後 它的震靜效果都不差 雖然味道很好 但是真的不差 這次七至八月的顏品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用這個方式 可能會化妝給大家看整個外用品的效果 雖然介紹的產品不多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